大家好,我是Den 今年韩国乐团最大的特征是 女团的全盛时期 从二代女团《苏牛时代》 到今年出道的四代女团《Lyserapium Nugens》 都收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而除了大女团时代之外 最近的K-pop圈还有一个共同点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以下是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的内容 在观察今年1月到8月 Sucker Chat累计排名前10位歌曲的幻灯发现 除了Ten的IMV有失3分24秒之外 通过于2分54秒 《罗布代国》2分57秒 《11》2分57秒 《Deep Day》2分52秒等 很多歌曲都不到3分钟 除此之外 今年发表的《SUNICKERS》 《PURES》 《 ATTENTION》 《TOKENTO》 《SHUTDOWN》 也都不到3分钟 而K-pop老粉们应该记得 以前的K-pop歌曲基本上都会超过3分钟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5年前 也就是2017年的Sucker年间排行前10名的话 《TWICE》《NANA》是3分15秒 《RENO》《Really Really》是3分23秒 接着再往前看10年前2012年排行的话 《KONGNAM STYLE》3分42秒 《NAHONJA》3分26秒 《LOBINYOU》3分28秒 《FANTASTY BABY》3分52秒 10年前的超红歌曲 跟现在的歌曲比起来都长了将近1分钟左右 这么看的话 最近的歌曲确实是很短 然后大家知道吗 2009年出道的女团《POO MINI》 这团体名的由来是 在4分钟内抓住粉丝的心 所以现在这样想的话 这10年来 K-pop歌团真的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对于这个现象 很多歌谣界的专家们表示 对于IDOL音乐的主修肺群十二世代的人 抖音与Youtube说此时最好的宣传工具 而这个年代的人 只要歌曲稍微有点长 就会觉得很枯燥 而歌曲变短被剪掉最多的部分就是前奏 像2012年SYSTAN 《NAHONJA》这种长前奏的歌曲 现在几乎是看不到了 甚至最近最红的歌曲《After Like》 在歌曲开始不到三秒就会有 所以总整理一下就是 最近一首歌的成功 非常依赖着抖音 YouTube Shots等的平台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了越来越多的K-pop歌曲 都短于三分钟之内了 所以对于K-pop歌曲 越来越短的这个现象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最喜欢什么象的女爱豆呢 第一 果汁象 第二 兔子象 第三 猫象 第四 小狗象 第五 小鹿象 第六 青蛙象 大家最喜欢什么象呢 呃 啊 啊 《约翌 》《连 cath薄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